一個 兩個 三個 連疑似高層都下來了? 食環這麼大陣仗 在星期日一大清早開工 一定有大件事 想知道甚麼事? 工作之前當然要先把肚子治好 這條片是由韓國人主理的平昌韓宵特約播出 和你共度歡樂禁笑 這裏是有港版足地市場之稱的香港仔天光驅 多年來每日清晨四點至早上 都有一班漁民在賣魚 吸引不少街坊甚至遊客務名而致 但在過去一個月 食環每朝七至十一 都勞斯凍眾下來掃牆 用的竟然是這一招 怎麼賣呢? 那些是六十八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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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五十八元 那些是五十八元 那些是湯賣 沒有湯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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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一湯 六千元一抄 合到六千元 第二次是萬一 第三次是釘牌 所以不敢放 整個月的了 不給湯 怎麼賣的? 湯賣不夠 已經沒有湯賣 我擦多次 我擦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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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擦多次 我擦多次 你擦刀都不行 擦得過就不行 准賣魚但不給湯魚? 連擦刀都要罰 這樣的邏輯是什麼玩法呢? 原來根據食物業規例 活魚屬於限制出售食物 魚販即使有相關的許可證賣魚 但都不可以在廚所內 將魚打輪和切開去狀 不過這條例 食環這麼多年來 都沒有特別引用來掃蕩 但近日就懷疑 因為收到大量針對天光虛的投訴 於是開始嚴打這裡二十幾個魚檔 根據食環提供的數字顯示 今年至11月底 接近100宗投訴 被之前兩年增加四成至一倍 做了四十幾年魚販的林山 亦都被食環罰過一次 這大約接病一個月了 應該有二十天左右 他說這隻船有賣魚排 就沒有湯魚排 那你不能湯魚 只可以賣魚 我們都給他抄一張 有些客人你說不湯 他或者不買 有些人死死氣都賣 但是都埋怨的了 要花幾湯 這樣 應該二十個巴仙以上 應該二十個巴仙以上 總之難做 尤其我們這裏 我們很多魚仔 不像那些 有些活魚 或者賣蝦 那些是沒有影響的 那些賣蝦、賣蟹 它不用湯 那我們的魚仔 回到去 別人很難處理 我想遲下 我怕的就再深入些 趕著殺截 盡量手掛 沒有辦法 有些人嚇死 也不知怎樣 自己也很難做 好像教員 戒開兩邊 很容易 但是不敢做 我們現在 再困難些 我們或者都不做 這一檔賣農 等出名的魚販 食環還特地走過去 跟老闆聊天 影響都很大的 其實 本身之前都可以給湯 有些突然說不給湯 那些客人來到說 為什麼不給湯魚 我們解釋給他們 不給湯魚 不給湯魚 我們就不賣了 不會買大魚 因為這麼大條魚 也要湯 其實會長一件件 我們說大量湯 可能少少地 一兩條魚湯 一兩條都給不到我們湯 我們可能連那兩條魚 想賺我們的錢都賺不到 少很多 少了又六成 可能他們認為 某一件事 影響到我們 影響到另一個規域 或者影響到做生意 我們唯有 他們可能會用一些方法 令我們可能 每件事都不准 或者可能有些 叫我們去收鋪 或者是不做 看到你們有刀的 罰款 下一次可能可以寵罰 他說如果有幾次 可能有三四四次 檢控之後 可能會取消你的牌照 希望可以放股我們 我們都做 早上都是幾個小時的時間 我想四五點鐘 開到九點多鐘 我們已經收鋪了 其實都不是的 影響很大 有些可能睡到下午 我們已經收了報 據悉 食環突然嚴厲打擊天光區 原來又是與這裏有關 就在距離天光區 大約十分鐘報程 在今年中 新裝修後服業的香港仔街市立 我們早前都報道過 這裏因為管理差等問題 出現退租潮 二樓、三樓更加十失狗空 人樓慘淡 為了將人樓谷回到街市 天光區就成為犧牲品 現在這兩檔 你都見到它沒有開 是關門了 這裏一檔 這裏一檔 都原本是賣的 現在都不賣了 這檔原本是最旺的 現在它都不敢賣了 天光區的存在 就有歷史以來就有了 當那些漁民拿到魚回來 它第一時間會拿去哪裡買呢 當時的批發、零售 那個行業沒有那麼充分發達的時候 甚至連運輸、儲存都有困難的時候 所有的漁民都拿回來 就在岸邊買 一些小漁民 一個年老的夫婦 牽著一條狗、一隻泥蚊艇 拿二、三十斤泥蚊 就是在兜售 都是十多二十元一斤的時候 你說那些貨有哪個願意和它接 它可以在哪裡買呢 如果直環是嚴格執行那條湯魚條例 我相信是會沒有了 這隻其實是第一個拿賣魚牌的 這個等海紹處發牌給它的時候 是說是可以商業用途 可以賣魚的 那你為什麼不接受它拿賣魚的牌 說了很久 甚至最初那個規格是很嚴格的 好像岸上的食物館 找了顧問公司、劃職 如何處理污水等 那樣東西是做的 但是都拿不到湯魚 這東西它也是卡住 那時候都有一番說法 就是剛才我說的 就是又要另一個層次去批准 他就希望食環和同業競爭者 給回一點點生存空間 這一班小漁飯 其實我也很呼籲同業 在這個地方所賣的東西 對於整個海鮮市場 賣魚的市場 真是萬分之一都沒有 九點、十點之後 很多都不開了 即是說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相信對於主流的賣魚 那班大哥 是不會有特別大的影響 而一班街坊都希望食環手下流程 當然麻煩 回家有時間搞 熱廚房那麼小 去湯當然是方便 雖然不是那麼乾淨 每天回去我找水沖 沖就行 你現在回家要傳 你淡得四圍 是 是 是 有些人沒有公開 有人沒有工作 變成 首先我覺得其實都是不合法的 但是這麼多年傳統 我們有時候早上都會下來逛一下 看看 的而且是一個便宜的 它便宜的 外面街市 我想兩成到兩成半 最好的生意 以前是那一檔 那時候都是想著 它是休息幾天 還是不做 看來都是消失了 會不會覺得很可惜 都會的 都是一個景點來的 食環就說 今年十月至今 就上指 無牌出售限制食物 提出一宗檢控 另外有七宗 懷疑小販棄物品 食環處又提醒 無牌出售限制食物 最高可以罰款五萬元 和監禁六個月 另外加滿日罰款九百元 大家對事件又怎樣看呢 歡迎留言 Like和Share 喜歡我們的影片 還可以登記做會員 每個月給三十八元 專享大量一位 下條片再見 以下是一則由Channel C阿姐 發出的重要廣播 有大件事 Channel C屬骨姐出世了 我這位阿姐這麼有份量 都是重140g而已 輕過一包紙包飲品 188元 讓我可以參與大家的人生 和你遮太陽擋風雨 快點按入資訊欄裡面的連結 帶我回家吧